拿起永生花熟练的开花瓣 没多久时间一朵布雕玫瑰花就完成了 原本北漂从事旅游业的李欣怡 受到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于是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永生花手作技巧 兼职在市集摆摊 去年底返乡创业进驻屏东植人丁 北漂台北十几年 然后工作就是从毕业之后 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在那边做旅行社 然后是做航空票物或者是团体出入境的 那后来因为2019年的疫情 所以就兼职学了这个东西 那之前因为家里是做鲜花店的 所以我对于这种东西就蛮有兴趣 李欣怡说永生花比一般鲜花成本高出五倍 售价当然也不便宜 但南部气候炎热 鲜花保存期限约三至七天 永生花则稳定长达两年 且颜色变化丰富 市面上有越来越多花种选择性多 永生花它就是新鲜的鲜花 然后浸泡过特殊的药水 放入甘油 所以摸起来跟鲜花一样 那它跟鲜花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已经去除了花粉 也没有过敏源 那它跟干燥花的区别就是 干燥花是新鲜的花 倒掉干燥 所以颜色上会比较深 会比较接近咖啡色 那如果鲜花的话 因为它有褪色蓝色 所以永生花就会变得更新鲜 跟鲜花一样 无需浇水 永生花只要保存环境良好 可以长时间维持相同的外观 深受不少年轻族群喜爱 配合节庆还能创作出 许多应景的作品 自用送礼都很适合 小花树也是喜欢的推荐 因为它单独 一朵的意思就是 唯一不变的爱 这是它的花语 所以一朵的小花树 价格上也不会太贵 然后这个花中的话 是因为它容易保养 然后又不会有灰尘 又有电灯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热卖的款式 李星宜说 收到花能让人感到幸福 拿来装点居家或办公空间 也能让空间氛围变得很不一样 她认为永生花在南部 还有很大的市场能开拓 只要有相关的花语课程 她会持续进修 李星宜除了提供客制花礼 也开手作教学课程 让民众来体验永久花创作 希望将花语美学 推广到更多人的生活中 记者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